花钱让我朋友去喷黑神蛙悟空 这是我朋友绝对不会做的事 也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 看两个私信啊 一模一样的话术 黑神蛙这款游戏是有很多黑料 只要您做相关质疑视频 主要就是讨论一下黑神蛙悟空不好的地方 言辞可以激励一些 你要是有顾虑也可以含蓄一点 但也要让观众知道黑神蛙悟空不好的地方 内容上你可以七分针三分钾 这边可以按照播放量给你报酬 黑神蛙自从出了之后 夸的骂的各种什么样的节奏都有 我压根不在意 你刚看黑神蛙悟空说那么久了 我一期视频都没有做过 我根本就不在乎旁人怎么评判 我只靠自己去感受 所以这期视频也是从我个人观点 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 没有任何的客观参考价值 黑神蛙悟空烂自然会有人说 好自然会有人去夸 最重点的是我身边的朋友不差钱 还按照播放量给钱 那更不可能整了 这期视频我不去讲黑神蛙 怎么被夸的怎么被黑的 网上一搜一搭片 自己判断就行 大家都是能独立思考的人 黑神蛙悟空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通关 打到虎先锋这儿我就没啥空玩了 我打到虎先锋这一路 我没有觉得有啥问题 可能是我对于这游戏的平板标准 并没有那么高吧 谁让这黑神蛙悟空 是第一个祖族村里的大学生呢 我就是像这黑神蛙悟空 就算他放在国际上 不是真正义的3A游戏 在我心里他就是3A 只要不是2B游戏 我都不会公开发表我的观点 如今对有人愿意花钱让人抹黑 这大学生的含金量可想而知了吧 他们在害怕 害怕的不是黑神蛙悟空 害怕的是国产游戏真正的开始崛起 国内是做不出类似黑神蛙的游戏吗 做得出来大家不敢去做 现在黑神蛙成功了 赚到钱了 也让国内那些厂商们 看到了这些块可行的大蛋糕 而这块蛋糕别人不想分给我们 之前我们没有能力去抢 现在有了 中国在绝体路上遇到的障碍还少吗 害怕所以抹黑 具有威胁开始进入 上线3天9个小时 销量达到1000万分 有老外就说这数字没用 因为基本全是中国玩家 去你妈的逼的 中国玩家不是玩家呀 我们购买力强啊 以前出国游戏还得找画画补丁 现在都自来正文 人多就最优势咋了 而且那些事情都是特意挑的 做过黑神蛙悟空的博主发的 我之前没做过黑神蛙悟空 所以没人私信我 现在也不用私信我了 第一我是中国人 第二黑神蛙悟空就是我星座3A 第三我就想看到国产游戏的崛起